重大焦点当然持续要来关心是台北地检署真被金华城容积率弊案 就认定了前台北市长现任民众党主席的柯文哲 涉犯了图利以及收贿罪 依照了贪污重罪呢是对柯文哲深压境界的 不过台北地方法院呢前天晚上召开了积压庭之后呢 就考量说北检没有市民柯文哲的犯罪嫌疑重大要件 所以认定柯文哲呢是犯罪嫌疑不重大的 那么也无法证明说呢 你在都委会研议放宽容积率的过程当中是否明知是违法而指示 而你也看到柯文哲事后就说啦 他本身是没有专业背景的 所以从头到尾他完全不知道 是在今年三四月份事情闹大之后他才知道的 这个说法其实很多蓝绿议员都是不能相信的 但是法官信了 所以最后裁定让柯文哲是无保请回 那么当然这样的结果呢让北检相当不服 就传出来最快在今天会提起抗购 但是你讲到北院这样的裁定呢 其实在律师界也引发讨论了 像是律师皇帝你就直接讲啦 同样的案同样的北院呢 你针对柯文哲还有郑文燦好像是不同的结果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你看到郑文燦他同样也是卸任市长啊 你却认定郑文燦是有实质影响力的 哎奇怪了那柯文哲你怎么不怀疑他 也可能会有所谓的实质影响力呢 而另外律师陈又欣也直接讲了 说你看到同一时间把柯文哲还有彭震生抓了进去 但最终彭震生是被羁押觐见的 柯文哲却是无保请回 如果说呢你审判的标准是一致的 哎奇怪这结果怎么会完全大不相同 也想问问这样的结果真的合理吗 一身黑衣白群力落短发跟着柯文哲走出家门 他就是北检主办金华城案的天下第一组中组 新任主任检察官江甄裕 带队邻居搜索柯文哲家还寄出杀手件 向法官申请限制月券 限月成功后检方却败下证来 柯文哲无保请回 因为这个羁押过程中 他就是为了避免串政或灭政去做的情况 去申请羁押 那因此怕这些相关见证如果曝光的话 恐怕会造成说有灭政或是其他的危险性 因此检察官可以去申请说 限制月览这个相关的计刃中 那包含方式或范围的内容 可以去进行一个申请 到底检方盖住了什么王牌 根据了解 检联政办柯文哲三大案 除了金华城案涉土利罪 和木可公司涉未造文书罪 还有柯文哲以个人名字 砸下四千三百万选局补助款 买上半大楼 遭怀疑金流来云不明涉嫌贪污 检察官怀疑跟金华城有关 因此在这回的鸡押亭中 先不曝光保留底牌 但外界也担心检方 这样是下了一步险棋 我觉得不会 因为检察官的目的 就是要吸压被告的话 那他一定会把最重要的卷证 提出去给法官看说 为什么有犯罪嫌疑重大 甚至为什么灭证或是串证 或是逃亡的可能的情况下 呈现给法官看 不至于说会把说最重要证据 然后导致他自己的申请被驳回 二号凌晨三点多台北地院裁定 克文哲未出席 土利金华城案的都委会决议 犯罪事实不足 无包请回 北检部服提出抗告 但抗告之路困难重重 还只有一次机会 因此直到下午点 北院都还没收到抗告书 可见检察官们正在家里搜证 认真准备这场攻防 记者最后报道